诶,不错啊,有进展啊 诶,不错啊,有进展啊 但是很多方面有的报了不了了之 我是建议他们 由于要prevention啊,要预防啊 要一定要跟我们社会人群 给他们知道,为什么挑战的结果 不能够进行,好像去控告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不行,这个我们都知道 不能够说,因为啊,比如说 你说,证据不够 公共人你说,证据不够 你,你没办法,但是你要吃嘛 你可以refer departmental action,调查嘛 refer departmental action,调查 内部调查,你内部调查 总盖也有个报告嘛 为什么呢,报告的,真的是 有evidence没有办法,你内部调查 也有你的权利嘛 这样子呢,还是把它吃掉呢 或者调位啊,这个就是内部应该有这个 你要讲啊,你不讲的话 工作人士不知道你 谁会要报案啊,那人家会说 你MAC也不是这样嘛 因为报案也是一个风险来的啊 肯定有风险 本身的安全的风险啊,有很多方面 所以,所以人家说我这个老人家 为什么这么干 不过你是一个非常见义勇为的 单系列老巢 没有啦 报纸上我看到时常有去挤报一些 一些案件 我成果书,我是觉得 最好是多出这种人 带多一点都没关系 对 因为我的本身,我最可以代表为文家 我是差不多是已经70岁的老人家 我对这个社会 经过的路程,我看的很多 况且我是觉得 你已经接受为MGO 你一定要是大困无事去做 要不然你就推着,不要去做 所以你就要赶报 赶报你以胜作作者 带人家看 我相信我们那个委员 整个五个人的委员 会很积极的 会建议给MACG 他们说 你一定要改 你不改的话 就是等于也是 那个邓库老师讲了这句话 你那个 就是 all wine and new bottle 是 是 新酒换装酒瓶 是 所以这个 我来讲呢 是很好的建议 他们不同意 我说他们这个建议很好 为什么建议好呢 最起码给我们委员委员一个挑战 这个就是 人民认为你们还是这样 所以往这方面多点努力 对 这方面我是觉得 我要谢谢等官司 他的确有他远见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没有工作人士去挤报的话 你根本就找不到真人 找不到真人你就不能去提供他了 所以这个 真人是非常重要 所以公众人士 能够踊跃地去挤报是非常重要 不过我们 马来西亚好像还有这种文化 不像外国人 他们有这种所谓公民意识 我们这里的公民意识很弱 有些看到人家抢手提袋 他也是看在那边 没有去帮忙那个受害者 所以 这种 第一方面 有可能公众人士的公民意识 要提高 你有什么看法 这是我们有什么看法 是什么看法 是离阿姓的 你有什么看法 不愿意识 你能够多忙